結果 另外一個我的partner走進來了 他就拿了那個cauture mill 直接丟到垃圾桶裡面 因為猶太人餐點比較特別一點 不太能用其他東西代替 那客人怎麼辦 因為就是沒有東西給他吃的話 他就會大暴怒 然後我目睹這一切的時候 我就想說 幹 我該怎麼辦 聊天室 不要鬧了好棒 大家好 我是阿菜 我在模仿小美人魚 想說給大家一個不一樣的開場 好啦 大家安 我是阿菜 今天要來給大家一點 大家所不知道的 飛機上後宮甄嬛傳 剛剛聽這個名字好像就很刺激 重點是 我覺得我們老東家的航空公司 已經是算很不黑暗囉 所以我就覺得已經是還好了 我們公司所教大家的一個東西 就叫Respect 你尊重我 我也尊重你 不像台灣的遠差航空啦 差航啦 一天到晚有學長學姐 基本上呢 當你一拿到班表的時候 哇 好開心喔 有巴黎耶 有米蘭耶 歐洲班好開心 但是 當你這個班機上面 全部都是地域組員的話 那我覺得這班機你乾脆也別飛了 但當如果你拿到很爛的班表 然後一看 那有的是認識的 有的是天使 那這班機就是一個 HAPPY FLY 那今天呢 我要跟大家舉出三個例子 第一個呢 是跟大家比較有關係的 餐點的問題 欸奇怪了 為什麼我都還沒吃完飯 啊我的餐點都被收走了 其實呢 這個背後是有原因的 除了可能 這班機比較短以外 這個原因來自於哪裡 因為呢 通常我們會有一個人是要去賣Duty Free的 那他們呢 就是希望把做餐點的時間縮短 他們有更多的時間去叫賣這樣子 他們都是基本上很老練的人 然後像我們之前剛進去的人 公司所教的就是你要好好的服務每一個客人啊 看他的眼睛啊 對他微笑啊 我們都記在心裡面 但是上飛機根本不是 因為當你準備要出餐的時候 旁邊的人就會給你壓力 他說喔那我們等一下希望就是可以做快一點點 所以很多時候你們覺得說 欸那個空姐為什麼連看我都不看我 因為他在趕火車 因為你們知道飛機上都有兩條走道 當A走到 坐到這邊的時候 B走到已經到這邊了 你覺得B走到先做完就先做完嗎 並沒有 做完的人必須在U-turn回去 幫這邊的人做 所以呢 如果你做得很慢的話 他們可能就會在後面對你指指點點說 你為什麼做這麼慢 然後你就會滿腹委屈的說 我只是想要給客人好好的服務而已 所以大家就會把你統稱於做事很慢 不會做事之類的 然後再來 有些中間的走道是只有三個位置對吧 誰要多給一個餐 誰要多做一個呢 這個也是一個問題 像我的話 我算是做service很快的人 問他說要吃豬還是出雞呢 其實我可能就會給他一點意見 我說我們今天的雞肉很好吃喔 那你要不要試試看 所以我就會用這種小技巧 所以我就會做得比較快 就算中間三個位置 我也會發兩個 其他他剩下一個 就讓他做這樣 我是一個不會care的人 但你以為飛機上的人都不會care嗎 很多人會care 他就在那邊跟你計較說 我多做的中間那一排 好累喔 旁邊到底在幹嘛 除此之外 阿姐還會找你問話 他們那種超人類型的空服員 有時候你真的是趕不上 那為什麼他們會這麼如此超人班呢 因為很多人都要舔鞋子 就是說要巴結姐姐 每一班機下來 姐姐都會為你打一個分數叫做CPP 這個CPP就會影響你以後 可不可以早一點get promotion 就有一個朋友跟我同期了 但是他比我們早一年還是兩年 就升上去阿姐的原因是 他早上會提早起來去買台灣的早餐 放在桌上等大家下來的時候分給大家吃 出完餐之後他會馬上的把東西收好 然後趕快去清理廁所 你連你該做的事情都做不到 所以呢大家就會知道說 為什麼你的餐點可能很快被收走的原因 因為可能那個空姐很緊張 他要趕快把東西收完 要不然他做不完會被人指指點點 這個算是比較輕微的吧 好我講比較重的囉 大家還記得我前面有一篇 介紹到special meal了嗎 譬如說你是吃素食的啦 或者吃猶太人吃的餐點 那這個東西是你要跟公司請的 它並不會多的 然後我就曾經目睹這一切 我就在我的廚房裡面做事情嘛 這時候呢空廚就來了 然後空廚就把今天所有的食物 跟姊姊點對了一遍 確定有多少餐點 點完之後姊姊就出去了 因為姊姊也很忙 他要出去做別的事情 當時我還不知道他們的恩怨 結果另外一個我的partner走進來了 他就看了一下今天的special meal 看了一下名單 突然看到那個cosher meal 他只有一份 因為猶太人餐點比較特別一點 不太能用其他東西代替 他就拿了那個cosher meal 直接丟到垃圾桶裡面 然後我就看在眼裡 然後我心裡想說 啊現在是怎樣 為什麼會這麼做呢 因為當我們要出餐的時候 姊姊會找不到那份cosher meal 那客人怎麼辦 他確定紙上也有時候 就必須把姊姊叫出來 姊姊就必須去找老總 看要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因為就是沒有東西給他吃的話 他就會大暴怒 他才會投訴你 然後我目睹這一切的時候 我就想說 幹 我該怎麼辦 然後我才知道 這兩個人私人恩怨已經非常久了 只要他們一碰到就會發生 很多不可思議的事情 這只是其中一項而已 然後姊姊也會問我啊 她說你有看到我的cosher meal嗎 那時候我很心 我是菜鳥 我根本不知道我要怎麼回答 要不然我該怎麼做 你會講嗎 你會講嗎 有沒有看到都不敢說啊 觀眾會怎麼講 我不知道觀眾你們會怎麼講 請在下面留言 觀眾一定說給他一拳啊 所以當時沒有在我的廚房 講這件事情 我就到了前面 先跟前面的人打成一環 然後再默默地跑到商務艙去 說老總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他就說啊你們那個後面是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我就會說喔 我不知道欸 他們好像認識很久了 可是剛剛我有看到那個cosher meal 我不知道他去哪裡了 哇 我是不是很高中 就是我只能提點他 我就說我有看到 然後我就出去 我也不知道他去哪裡了 然後那時候好像誰誰誰在廚房吧 我不知道 因為什麼都不做 有點太不像我的風格了 但直接去捅人家可能會造成飛機上大亂 但我們還是以乘客愉悅度 跟大家的切合度悠閒 就畢竟我們飛過去還要再飛回來嘛 你知道第二趟的時候那就更可怕了 第一趟人家對你做什麼 第二趟直接捅回來 我不想看到這種東西上演 我只想好好的下班 這個就接到我們第三個我要跟你講的東西 跟飛 我不知道在台灣的航空公司 跟飛這個東西是可不可以的 但是我之前上一篇講到換班之度 所以換班其實是不難的一件事情 然後我剛進去公司的時候 就有這類型的話題提點我 他們就會說你千萬不要惹到 誰誰誰跟誰誰誰 我們還有名單喔 哪一個老總很急車 謝謝謝謝謝謝 把它全部寫出來 他說你惹到他 他一定讓你吃不完兜著走 我想說要怎麼樣吃不完兜著走 你今天在這班機惹到他 你的班表要換班 一定班表得打開 不能隱藏 所以當班表出來那一天 他就可以查你的班表 他就會決定要換進你的班 換進你任何一班 這個東西就只有跟飛 你不覺得很可怕嗎 我就聽過每一班都碰到同樣的姊姊 他每一班都讓他身不如是 把他打分數都打超級低 他每一班就換進去電 好可怕 這個超可怕耶 你有無可奈何他就是你的上司啊 我就說上司不是那種 就是你要怎麼辦 你完全毫無招架之力耶 但通常碰到這一類事情的人 我覺得自己也是因為不知道怎麼處理 才會跟人家起這麼大的衝突 當然我也有跟人家起衝突 之後我們再做一集 我怎麼制裁這些人的 然後跟飛很可怕的就是 並不是對你完全很壞的那種 你就感覺他好像對你很好 又要叫你做很多事情 到了飯店 他還要約你出去玩 很多人因為是你上司的邀約 就是姐姐的邀約 他不會說不好 如果說不好的話 如果要回程的話可能會很痛苦 重點是他可能叫你出去做事的時候 他就對另外一個特別好 還弄東西給他吃 但是你卻什麼都沒有 你的心理到底要怎麼承受 然後他叫你去做不是說 你可以去做那個 他說你剛把廁所用完對不對 他說哎呀那個廁所那個 我知道你剛看過你很棒喔 但是裡面那些東西 你可以再幫我換一下嗎 然後有空的話 所以你幫我看看哪一個東西 他竟然都這麼客氣跟你講 你當然是說好啊 結果回家 CPP最高是5 你可能只有2 然後他每一班都換進你的辦表 只好最後這個人 他連換班他都不要了 他直接把辦表block起來 他隱藏差不多四個月吧 四個月左右再打開這樣子 當然這個是我覺得還行的 那台灣航空啊 像某些X行X行啊 他們的就是小霸凌的感覺 好空姐這份工作其實是蠻辛苦的 所以你們見到空姐的話 都給他們一些respect 譬如說你覺得要東西 為什麼這麼久沒給你 其實他們並不是不給你 很多時候有很多客人跟他要 你有時候可以觀察一下 他們是不是在休息或怎樣 但大多時候他們都是 一直在走來走去走來走去 因為很多事情要做 就希望大家可以稍微稍微的體諒一些 教你們一個小技巧 如果呢你跟空姐們要水 或是要東西要不到的話 請你們起立到後面的廚房 去跟他們說 他們就會直接拿給你了 好不好 那今天的影片都到這邊囉 我們大家掰掰 掰掰 阿妹阿 阿你那個 有沒有吃東西 肚子餓嗎 不餓阿 肚子不餓 那你那個 後面那邊的廁所 你看了嗎 你沒有看 你等一下幫姐姐看一下 好不好 那後面那邊也順便 阿等一下你們要休息了 你幫姐姐上去 把所有的床布都鋪好 好 把所有都鋪好喔 好 好 幹 自己做自己的床布就好啊 哪有人在幫別人鋪床的啊 到底是怎樣啊 全部人鋪你知道一般機油上面有多少人嗎 哈囉 自己鋪好自己的好不好